崇祯作为一个历经图治的帝王 意图忠心大明 但崇祯接手就是一个烂摊子 这个摊子与其说烂 不如说是困局 一个按下葫芦扶起瓢 顾得了东头就顾不了西头的困局 但崇祯也并不是只能坐以待毙 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大展拳脚的 但终究 大明是王在崇祯手上 那么崇祯在多大程度上 导致了大明的灭亡呢 我们先来看看崇祯所面临的的局势 崇祯继位的时 得到的并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相反 他继位的过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这要来自于魏忠贤集团 天启帝去世之前 魏忠贤就已经在谋划继承人的问题 天启一生虽无所作为 但在继承人问题上 还是坚持让自己的弟弟朱有效 也就是崇祯继位 魏忠贤在其中多加阻拦 却没能成功 司礼兼掌印太监 曾对魏忠贤说 主上凡事贵贵 独于兄弟夫妇兼不保 很多人认为 崇祯继位相对是顺利的 其实不然 崇祯在进宫之后 一直如履薄冰 进宫的第一晚 他是做到天亮 根本不敢合眼 崇祯连吃饭都是从带的自己 月丈做的卖饼 根本不敢吃宫中的食物 可见秦氏之危急 天启地去世之后 在天启 友谊严厉朱有茧为帝的情况下 魏忠贤密不发丧 又讨论让太后垂帘听政 只是连魏忠贤集团的实力 刚将兵部尚书崇承秀都不支持 说了一句 孔外有一兵 魏忠贤才不得以作罢 崇祯才得以继位 崇祯继位之后 泽良机 立即处置魏忠贤 铲除燕党 江客巴巴 崇承秀等一干人一网打尽 一大批燕党人员遭受了应有的惩罚 同时 为一些东陵党人进行了平反 崇祯对燕党的处置可以称得上完美 为崇祯朝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 但遗憾的是 日后崇祯朝 很难再现处置燕党时的辉煌 明朝末年的的财政危机是众所周知的 但危机具体是怎么个样子呢 崇祯继位的时候 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30万两白银 而户部实际上已经破产 处于停摆状态 由于收入不足 年代影响户部支付能力 更为严重的是 户部累计嵌九边军响 高达968万5500余两 这对当时的明朝来讲 是一个天文数字 大约相当于三年的财政收入 嵌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不用多说 元崇幻任继疗总督之后的第一件事 不是训练 而是处理嵌响引起的滑变 连户部尚书碧自炎的哥哥 辽东巡抚必自诉 都死于这场滑变 可见 倩祥已经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必须立即解决 崇祯当然知道财政危机的重要性 崇祯在处理完 因党事宜之后 立即致力于解决财政危机 解决财政危机的第一步 是要摸底 摸清国家的底细 崇祯是外番继位 对国家财政了解需要时间 还好有大名有余位优秀的财政专家 毕自炎 个人认为其是明朝276年最优秀的财政专家 毕自炎主持户部多年 曾因为忠贤迫害而去职 崇祯上位之后 立即重新请用他来掌管户部 崇祯问毕自炎 新年兵马几何 前两几何 今日兵马几何 阴和部族等主要的财政问题 要求户部说明并提出足以解决的方法 毕自炎都一一回答 经过崇祯和毕自炎的努力 户部随后系统地提出了12条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 包括增加隐隐 内伤人运速时边 财探冗兵容易 检查军享虚貌 开发京东水田 清查天下饮田 新办军囤等下 为了杜绝地方官 清吞赋税银两 毕自炎主持编定了负义清策 搬行天下 严格监督审核 使贪污现象 受到控制 原来的关囤地母 因年代久远皆被世家豪族侵占 赋税收不上来 毕自炎不畏困难 亲自主持核查 清占了关囤地母 明令按摩起科 增加了收入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下去 不说完全解决财政危机 至少能够起到一些效果 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崇祯队启用原崇幻 修复辽东 原崇幻大开口 要求军粮响应 崇祯养牙一一准许 到了崇祯二年 几次之便爆发 黄太极率领十万铁骑 绕过关林井防线 借到蒙古入关 包围金师 一时间 大名四十万秦王军队 云集金师 粮草军饷的消耗达到顶峰 毕自炎的十二条财政改革 化为泡影 但毕自炎也算是一奇才 艳势拼到口吐鲜血 左之右捉 勉强解决了这次秦王军队的开销 但满清入关可不是一次 而是六次 关林井防线战事不断 国内民变分歧 军费开支水涨船高 任凭毕自炎再厉害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崇祯四年 面对巨额的军费开支 兵部尚书梁亭斗 请增天下填付 在已经增加的五百二十万两之外 再增新享一百六十五万 崇祯无奈批准 这个五百二十万两 是在万历年四十六年 经过三次加付所形成的 如此沉重的付税下 而崇祯再次加付一百六十五万 这一条加付批准之后 大明万劫不复 崇祯在解决财政危机上 花费了大量心血 在自己生日这天 还在要求下面官员上报财政数据 但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了 辽事之急 民辩之多 让财政根本就没有好转的可能 而是陷入了一种死循环 辽事起 大量用兵 增加军费 加想 民辩 再加想凭民辩 民辩更加凶有 民辩最严重的地方是陕西 造反的主力 开始反而是滑变的士兵 明朝窃想太严重了 紧紧沿随 宁夏 雇员 甘肃四镇窃想就高达244万两 窃想一年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 大批的士兵逃跑 滑变 加上一战裁冲人员 大量的灾民 终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崇祯先是安排洋货进行招服 效果不佳 继而相继安排洪成仇 卢相声 酸船亭等前去征讨 虽然也都有胜利 但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民辩是越打越多 即便打了大胜仗 却根本无法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今日都明白 民辩的土壤没有根除 民辩是无法解决的 崇祯作为最高统治者 只是一味的趋用武力镇压 是无用的 崇祯最后安排自己的 非常信任的杨四昌 对农民军进行讨伐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年时间 招服了张献忠 罗汝才 大败李自成 但满清在崇祯在位的 十七年时间里 一共六次入关抢掠 每一次都是声势浩大 而崇祯每一次都要下旨秦王 这也就意味着 要抽调镇压农民军的部队 也让农民军有了喘息的时机 很快 民变又死灰复燃 而且愈燃欲望 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 李自成确实因为满清的入关 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得以死灰复燃 这里 我们假设没有满清的存在 农民军会被剿灭吗 我想不会 民众的生活已是水深火热 已经到了不得不反的程度 只要大明不让他们活 他们就一定会持续地扛起反抗的大旗 后军兴起之后 连续对明朝用兵 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明朝为了应付后军的进攻 不得不疲于应对 成真接手之后 辽东局势岌岌可危 成真果断地 请用袁崇焕作为辽东主官 负责收复辽东 袁崇焕也是信心满满 适引五年赴辽 袁崇焕果然有些实力 在宁锦建立坚固防线 让努尔哈赤和黄太极两次无功而返 黄太极在宁锦防线打不开局面 迅速调整思路 绕到蒙古 直接入关 这就是几次之变 这一战 黄太极在北京城下全监满贵四万民军 让袁崇焕被捕入狱 取得不俗战绩 应该看到的是 黄太极无愧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略家 胸怀全职 克敌制胜 反观崇祯 指挥混乱 疲于应对 完全谈不上什么战略 被黄太极牵着鼻子走 这里 我们1642年10月 清军入关抢绿为例来说明 黄太极在这里一年以阿巴太为主将 率军十万深入内地 崇祯在设立关内 关外 昌平 宝定四都 在宁远 永平 顺天 宝定 密云 天津设立六巡抚 调集39 五万大军对清军进行围追堵截 最终的结果是 清军在关内待了八个月 抢夺金一万两千两百五十辆 银二二零五二七七辆 俘虏三十六万九千人 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头 清军回去的时候 装战利品的车队 年绵三百余里 过卢沟桥石 连续十多天 却无明军前来作战 崇祯不是没有做安排 在最高决策会议上 崇祯说奥御驾轻征 众臣们纷纷下跪 都喊着要替皇帝出征 大家都明白 没有谁真的想去出征 只是这个形式必须要有 但崇祯没有开枪 大臣们多摸不着头脑 首辅周延如明白了 这次闻到自己了 又再次跪下请行 周延如就这样代替皇帝出征 他出征之后 躲在城池里面 和将士们喝酒作乐 不敢与清兵作战 然后谎报大姐欺骗崇祯 严格来讲 外患的严重 是在万历朝就已经发生 萨尔虎之战 明军丢盔弃甲 而在后面的辽阳 沈阳 广临三战中 明军的损失极大 远远超过萨尔虎之战 崇祯继位之后 满清已经开始对宁远 锦州一线发动军事打击 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入山海关 而到了崇祯朝 皇太极动辄就是十万铁骑 这样的军队 是崇祯无法解决的 崇祯若无法解决满清的外患问题 实际上 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崇祯接手就是一个烂摊子 这个摊子与其说烂 不如说是困局 一个按下葫芦扶起瓢 顾得了东头 就顾不了西头的困局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尤锦 在位十七年 试图挽狂澜一祭道 虽然在开局就出现了转机 但终未能成功 在财政危机的持续压力下 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面夹击下 演出了一幕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终止以身殉果 实际上 我们在今日 事后诸葛亮一般 讨论着崇祯的种种过失 我们说得津津有味 头头是道 但真让我们给当时的崇祯 一个解决当时时局的方法 其实我们也给不了 当时的情况太过复杂 牵一发而动成声 有谁又能解决 外患 出兵 财政吃紧 家富 民变 镇压民变 外患持续 民变更加严重 外患持续 亡国 这一难题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五位摘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下 ce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